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們介紹 上次我那個在黑白漢講 講那個diple moment 跟那個induced diple moment 就是magnetization跟那個 溫度之間的關係 跟外在的那個magnetic field的關係 我這邊做了一點那個 計算有一個符號寫反 寫錯了 上次我們介紹這個 就說我們現在這個是 number of diple moment 就是magnet diple moment per unit volume 就是magnet diple moment per unit volume 知道它的古典波茲曼分母的分佈圖 我知道這個m- 上次我們講的m-是這個磁場方向跟那個 那個 就是diple moment跟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magnetic field的方向是相反的 相反的 相反 m- 所以我們講到說 我在想說我total number average 應該是多少呢 average 應該就是m 就每個代理 除上 我有 這是per unit volume total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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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m-是說 那個 它就等於 正比於這個 1的 負的 這個potential energy over kt 我們假設這個 波茲曼分佈是ok的 那我們在磁場裡面 它不考慮它的轉動動能 是-mu到b 每一個小diple的那個diple moment 叫做 那個 mu mu 小diple的diple moment叫mu 所以那n plus呢 我上次講的這個n plus 就變成α1-e over kt 所以它這個就變成 α1-mu到b 但它這個是同那個 反向 這個1啊 那就等於 所以1等於 minus mu到b mu到b 就是你diple moment 如果跟磁場同向 轉到那個方向的話呢 potential energy 比較低 就是它比較多啦 所以 α1 mu b over kt 這邊就變成α1- mu b over kt 那我們上次講的 它的 平均 平均 diple moment的多寡呢 就是 多少呢 我們發現呢 這平均就是 m over 這個n n 那就等於什麼呢 這等於 mu 那這個 是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佔的 都是一個小 devement alpha 所以變成mu m就變成 m就變成 減去 m plus 除上 這個 n 就是 total number of dipole moment m 就是 m plus m 等於 m minus m plus 好 上次我做寫的地方 有一個 我漏了一個 diple moment mu 在這邊 好 所以我 total magnetization呢 m 我們要求的是這個 它就應該是 n mu nu 就應該等於 n乘上這個 n分之 mu 然後這邊又變成 1的 ub over kt 減去 1的 負 ub over kt 那我上次在這個展開的時候 那個什麼 一個符號弄錯了 所以我在這邊展開了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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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nential轉換 假設 對這個做出來 if mu b over kt 絕對值 小於 1 小於 事實上小很多 不大 那的話呢 你的m 就是應該是這個 的power展開了 所以m 就應該等於 n就消掉了 n就消掉了 所以變成mu 這個應該是變成 1加上 mu b over k t 1 減去 mu b over k t 所以呢 它就約等於 mu 1-12 就變成 兩倍 mu b over k t 乘上 mu 所以說你發現 magnetization 它是跟 磁場 大小 成正比 再跟溫度 成反比 但它這個條件 就是你的磁場 不要太強 要不然溫度不要太低 不要太低 這個成立 好 那我們今天要把那個 Math為方針呢 把最後寫 做個結束 那我們上次也講到這個 induced magnetic field 像我們的磁場造成的原因呢 剛開始我們講的是 有current 有current造成的 那除了current 第二人發現不完全 因為這個 安培定律是需要修正的 這個 需要修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當你電流 如果 不是穩定電流的時候 安培定律就不work 不是 當安培定律就不work 不work 我們上次講的說 如果你今天長子導線 amphius law 就是這樣 ampius law 你今天如果有一個current 這樣過來 那我可以用安培定律項 那個 那個 對這個current 呢 繞一圈 然後它的磁場呢 對這個current 對你的這個軌跡 做內積的時候 ds 等於μ0 等於你包下來的 面積大小 這樣子 我這樣做一個路徑 封閉曲線的路徑做積分 這是安培定律 那可是呢 你這樣做的話呢 你發現呢 這個電流一定要是穩定電流 電流要穩定 你今天導線到這邊突然斷掉了 那就很奇怪了 那個你在這邊如果斷掉的話呢 譬如我這邊有個電極 這邊一個是有線導線 有那個有線的導線 你這個電流過 就是你電子一直往這邊跑 到這邊出不去 到這邊出不去的話 這邊就電子堆在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呢 因為它順勢的電子一直流過 這邊呢 變正電核 你這個東西的話 你安培定律絕對不work 為什麼 因為電流呢 我在這邊呢 有電子 在這邊堆積 在這邊堆積 然後電流過不去 這邊沒有電流 這不可能work 你不信你用BO-Savalo 你算算看 你用I你算算看 它們兩個不會相等 所以安培定律 它之所以成立呢 這個電流必須是穩定的 比如說你繞一個圈 回圈 繞回來 然後不斷的轉 那個電流不斷在跑 這可以 像這個 不work 不能apply 如果是直線 只有長直導線 從無線遠飛到無線遠的 才work 不是這樣是不work 所以它就需要什麼 做個修正 它的修正在哪裡 就是要修正這種情形 就是你當初做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線 當然你說這個是很奇怪的 這個電流為什麼要過來 這一定要一個什麼 驅動 沒有驅動它不會動 然後呢你在這邊 產生堆積的時候 這邊會產生 空間會產生 電場 電場它隨時間變化 所以我們最後那個 induced magnetic field 它的來源 就是說如果我不是 current來的 而是什麼 電場產生的變化而來的 那它的形式應該是什麼 它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上次我們跟你講 就是說這個物理法則呢 找到的物理的法則呢 發現它是對稱的 我們知道這個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我今天呢 算一個東西的 電位差 就好像呢 我今天呢 在空間隨便繞一圈 然後呢 我發現呢 電場隨著路徑做積分的時候 將繞一圈做積分的時候 那發現呢 它會有一個 不是0的結果 那你就知道呢 它是因為有感應電動式來的 一般如果是電荷 電荷造成的Electric Fill 電荷造成的Electric Fill 電荷造成 電荷造成的Electric Fill 電荷造成的 Pew 然後做公式0 potential不變 所以說帶電的那個case 電荷所造成的電場 如果你今天在那個電場做個回圈 回到同一點的時候 1到dx是0 可是你今天做的magnetic field 隨時間變化的話 它會induce一個electric field 那個electric field 隨著你這個flux變化 在空間是在轉的 所以它1到dx一個積分 它給你的是什麼 1到dx一個積分 從那尾就好像一個回圈 你從一頭的過來 經過這樣轉一圈回來 發現有一個voltage 好像經過一個電池一樣 經過電池一樣 會有個電位差 就是因為有這些電位差 所以你今天放的如果是線在裡面 就金屬線的話 那些電子會受到electric field的驅使 大家都要繞著 就是隨著這個電線它要轉 那這是法拉第定律 非常有名的 法拉第定律 也或者是說 磁場對時間產生變化的時候 它的磁通量對時間產生變化的時候 所以旁邊營地會有induced electric field產生 induced electric field產生 那同樣的這個想法呢 是不是能夠apply在magnetic field上面 意思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有電通量的變化 對時間產生變化 那麼空間它會不會 會產生磁場呢 就我們發現呢 會的 它不但會產生的 它補足了安培定律的不足 補足了這件事情 我們發現了 這個忘了一個名稱 要給它一個名稱 對 紀念這個電子學的大師 馬克斯威爾斯 induction 那那個馬克斯威爾斯先生呢 他講就是說 他現在找到的法則是說 我一模一樣 我今天錄有電場 電通量對時間做變化的時候 我在那個 找的那個 那個flux flux就是你要一個面嘛 乘上那個electric field 然後那個flux那個周圍呢 繞一圈 b.ds 它會不會等於這個呢 就發現了 它有一模一樣的性質 但唯一的不同是什麼 它多了個比例常數 而且呢 它是正號 不是負號 第一個 sin 應該先講這個好了 第一個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 mu0 if0 就多了這個factor 第二個 sine 是positive 所以它不是負號 它是正號 差別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你如果發現electric field呢 這個通過去的時候 它的flux產生改變 這個隨便你找一個 那個什麼封閉曲線 沒關係 然後你算它的flux 產生改變的時候呢 表示呢 那裡一定有磁場 那磁場對那個 你選的那個封閉曲面上面的 那個邊緣的封閉曲線 做積分的時候 做積分的時候 它剛好等於電通量對時間的導數 乘上 乘上 這是那個什麼 Maswell先生找出來的 法則 就補足了 安培定律 的不足 我們就稱這樣的磁場呢 我們叫做 induced magnitude Maswell 像這樣的 不是因為電荷造成的 不是因為電荷造成的 那電場呢 它對封閉曲線積分的時候 頭到尾 記憶圈的時候 它不會是零 它跟Maswell flux 對時間的導數有關 而且是負值 那這個是對 Electric flux 對時間的導數呢 乘上 那m0,y0 剛好等於呢 它induced magnetic field 在那個表面上面呢 對那個 路徑做積分 內積 好 我們這個 用這個 簡單的題目 那個什麼 所以啊 我們在還沒講 那個 做例子之前呢 就把這個 amphys 電磁學 電磁學 最後這個法則把它寫出來 Low 它講到說 磁場產生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B到Ds 你今天在一個 有current流經 的地方 去量它的current的時候 穩定的流動 電流的時候 你隨便這樣繞一圈 自己做一個 繞它一圈 B到Ds 這一圈的線積分呢 等於μ0i 但是 還有第二個 如果沒有current的話 那邊沒有current 有current你就加起來 沒有current 但是你發現了 電場也產生變化 好 那麼 你做的那一圈 去算 那一圈上面的 面積所受到的 Electrical Flux 它對時間的改變量 乘上μ0 Y0 就等於 再加上呢 空間中有電流在那邊 流動 剛好等於B到Ds 那當然有人喜歡寫成這樣 另外 因為都有一個μ0 這個 給它一個名詞 那個 這個地方就是 包下來的current 曲線包下來的current close 那這個 μ0呢 這個我們習慣 在這邊習慣 改成叫displacement id 代表 e y d d 不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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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那個 借一個例子呢 把它這個東西說明清楚 会这样子 我把这插了 Example 现在假设你有两个capacitance 假设是圆盘形 然后半径是r 今天我通电 我通电 那我知道我通电的话 电流在这边 电流在这边 可是这边呢 假设是真空啊 到这边电流过不去 所以这里面是不可能有电流 为什么 x过不了 可是我这边 那个i再过来意思就是说 这边是带正电 对吧 就是带负电的电子往这边流 可是这边一定会产生什么 产生负电 负电一定会在这边越来越多 因为电荷感应 然后再过去 因为这个负电在这边越来越多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那个电子呢 很多都往这边跑 因为这要限制电中性 所以这边还是有客人往前跑 所以你在这样子 像这个case上面的时候 你发现呢 电流在这里 正电会在这边越聚越多 负电会在这边越聚越多 但电流还是往前冲的 只是这里面没有电流 那你如果当初只用安培定律 我随便绕一圈 这里没电流啊 零 零 随便画一个圈都是零 那表示什么 many field 非零不可 所以它就不work 它那个安培定律 没办法做 可是因为有了这个 安培 马斯维先生的修正 多了这个 你这个电荷在这边聚集的时候 在这边聚集的时候 Electric field 产生 Electric field 产生 所以呢 Electric field 在这边产生 然后呢 你随便画一圈的 那个Electric flux 随时间改 随时间改 所以D5 EDT 又不是零 不是零 所以中间一定要什么 满足这个 这边的B到Ds积分的 一定要等于这个 那我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来证明说 啊 果然没错 反正因为加了这个 补足了这个缺陷以后 这个电磁场 那磁场产生的原因 就完整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假设 假设这个pleval plate 第一个 啊 这是R 啊 这是R 啊 这是R Deride 这个 M expression 哦 你们那考试快 那考试快改完了 那助教说考的真招 那要好好检讨 真是怎么会这样 那我那些电路什么 全部跟高中的差不多 好 那个奇摩考要加油了 Derive an expression Derive an expression induced magnetic field 我想知道 磁场的变化 at radius R 但R小1等于 我想知道呢 在这边 R小1 就是这里面好像一条 那个虚线一样 任何一点的时候 这边磁场为何 在里面任何一点 离这个 线的 这条线的距离是 小R的时候 它的磁场 跟它的电场 对时间变化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依照这个 M Maxwell 安培 M Maxwell 的那个 induced field 的那个法则 它应该等于 μ0 ε 0 D D Dt 那我现在呢 我想积分 就是想把什么 对称性 代入 我就可以不用积分了 我现在呢 就对这个线呢 选一个距离R呢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圆 那你不要 你用什么样的封闭训练 都成立 只是你很早 找麻烦 算不算 因为你每一点的 那个M Maxwell 的指的方向 你要把它弄出来 才能做内计 很麻烦 那我现在是呢 用这个绕一圈 这边做一个封闭曲线 封闭曲线 那因为对称性 我知道 这一点跟这一点 上下呢 除了方向不一样 以外 每个大小都一样 一定要一样 因为对这个 这一点对称 那你对这个圆盘来说 对称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μ0 y0 phi呢 就变成 d1 乘上 πr平方 dt 因为我做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 封闭曲线 它里面的flux呢 就是因为 electric field 随时间变化造成 所以里面要断 那就变成 μ0 y0 πr² d1 dt 那我造成那个 磁场方向 会是在哪里呢 其实你知道吗 我如果今天有一个 因为Current通过 我知道呢 它的磁场 在这里面转 然后呢 因为对称原理 它的那个 大小都一样 所以我可以猜想出来 这个electric field 那个magnetic field 方向 跟我走的这个路径 一个圆的 那个圆周呢 对做积分呢 这个内积是同向的 所以呢 b乘上2πr 哪一个啊 就是大r 要比小r大比多 不用啊 近似了 近似了 它是一个对称 因为我要乘上 πr²ddt的时候 因为这个 如果不是一个大平板 我又有点麻烦 它会有age effect 因为它的电荷 会不均匀 这就是假装它比较好 对 我现在讲它 假设是一个大平板 所以变合间均匀的 电荷就是什么 均匀 对不对 对 如果这是假设了 比较好算 所以我的b 它就很自然的 就变成 2μ0 y0 d1 dt dt 所以我得到第一个expression 还少一个r 它意思就是说 这个 越往外的呢 这个磁场越强 越往里面的磁场越弱 好 越往里面的越弱 好 那做个numerical的计算 b 这个b 小r是五分之r 等于11.0mm 然后呢 那我假设呢 我告诉你呢 Electric field 对时间的变化呢 是那个 1.5乘10的 12次方 Volt乘上meter 除上second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样来算了 所以b 就变成 2分之 1.0 换成公尺 10的-3 那乘上μ0 μ0是4π 乘10的-7 那1.0 哇也是很小 8.85 乘10的-12 所以μ0乘上1.0 事实上是很小的 很小的 你可以看出来 它比那个什么 那个 法拉的定律 那个没有μ0 1.0 法拉的强度强很多 那乘上呢 那个 1.5乘10的 12次方Vol 乘上meter per second 做出来呢 它是变成9.18 乘上 这都公制了 好 所以算出来呢 Tesla 那C 3 expression R大雅 你如果小R大雅是在外头的时候 离开这个两 那这边的 那个 那个 magnetic field是多少呢 所以我们依照 按照这个 Amphius-Maxwell的 那个 Law呢 我们知道呢 它是 一样呢 B 2πR 限R大雅 那等于什么 μ0 ε 0 d 然后我假设 电场是均匀的 比较好算 乘上π 可是我的原板就这么大 我原转这么大 我出去就没有了 离开了这一段里面就 在这边它就没有 Electric Flux 没有Electric Flux 所以我发现 B πR平方 我整块最大面积是πR 是R squared 所以出去来的 我只有那里面才有 那个电通量 DT 好 所以B呢 它就变成 μ0 1 1 0 那π消掉 2 R R squared 乘上 DEDT DEDT 所以这个Expression 算完了 所以磁场大小在外面 随着 离开中心线 越远 它的磁场越小 越远的地方磁场越小 那里面是 越 越离那个什么 中心线远的地方磁场越大 好 好 所以我现在呢 如果告诉你 它是稳定的 电荷 放上去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另外一个 第四个状况 第四个状况呢 我想要干什么呢 我想要知道说 诶 我现在知道呢 这个电场的大小 就是高斯德罗 所以 Electric fuel呢 我知道呢 1 到的 D A 7分 乘上 A 等于 1 等于Q 我想要知道它是均匀的 所以我这边会有 带正电的Q 在这边聚集 这边是带负电的Q 在上面聚集 我假设它是均匀 assume 是因为平板很大 假设是均匀的 所以我变成了 Epsilon 1 乘上 π R平方 等于Q 所以 Electric fuel的大小呢 就变成 Epsilon Pi R平方 Q 我D E D T呢 D出到DT 那就变应该等于什么 Pi R平方 Epsilon DQ DT 电合在那边 DQ D 就应该等于 我外面的稳定电流 是一样 变成 i 我写一个D 表示 這個 那里面其实没有电流 可是 外面 那个Charge上面 那个Charge 随时间越来越多 DQ DT就是那个时候 得到我的i 這個I呢應該就是我這個樣的電流 是一樣的 一樣多的 因為它不斷地在這邊堆積 這個要給它 ID 就等於I 它那個帶回去 帶回去什麼 帶回去隨便你帶到哪裡 所以你看你帶到這個的話 那個就變成μ0 ε0 r平方 這個 r平方 所以πr平方 dq dt over ε0 等於 那個 我寫錯了 寫錯了 這下面我在幹嘛 對啊 這個 ε0 πr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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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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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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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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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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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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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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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像我们就把这个Masswell的四个equation介绍完 其实这个 你大学四年 你到了四年级 人家问你Masswell的equation是什么 你能够讲得出来 你表示你还不错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很多 因为像以前的资公系 他们也要学电学 然后他跟我说 他每次写这四个equation都不知道在哪 那到底怎么来的 那些比我高级界的学长 我还要费尽唇舌跟他们解释 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真的能够你能够讲得出来 用白话讲出来 表示你真的了解这个法则 这个其实是古典物理的精华 真正的精华 我们找到一个这么对称的 这个世界遵守的法则 它不但不复杂 而且非常的类似 我们把它那个 FOMIA出来 对啊 我写下分母去了 这写错了 这就是在黑板上写这种东西的坏处 你在纸上就不会放错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什么 我们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多了 有时候你找到法则呢 你想要去用你的法则来解释的时候 遇到困难 困难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你不能随便做近视 因为它是真实现象 不是这样 所以呢 变成Current呢 它有各种不同的Current随便在跑 那种变成复杂体系 不能随便的化约之后呢 事情麻烦了 它遵守法则你知道 但你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能够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 好 我们要介绍Massware equation 这个是在 那个 数学系的有没有学向量微积分啊 向量微分有学了吧 Curl有学过没有 都没有 好 没关系 这个一般来微积分不会教 可是呢 就是某些系啊 他们数学老师教了很多很多 他就会教 现在我们是所有统一教材啦 除了什么 除了两个系以外 一个叫 那个数学系 他们完全 他另外就是我们物理系 我们物理系 所以我们学的微积分就比较多 比较早 我跟我那个导生吃饭的人才知道 哦 他们现在微积分也是五堂课耶 一个礼拜 你们也是五堂课吗 一个礼拜 对啊 你们是五堂课 四堂正常课 一堂主教课 哦 所以微积分是四学分 对 四学分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 数学学不好 很多就 就做不下去了 知道吗 连那些学那个经济的 他们全部都要用数学 学商学的 那种 做那个精算师的 数学不行 那怎么怎么算 他不需要学高等数学 没关系 那至少也要懂微积分 还有什么线性怠数 好 我们把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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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Way先生复习一下 第一个 积分形式啊 高斯洛 做 Electricity For charge Electricity 好 Electricity 你的那是什么的 可以把这个写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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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 A 等于 Q over Y0 在真空下的时候 那在物质里面呢 把Y0 换成Y 就结束了 1 D 到D A 就是 池 通量 电通量 今天你做一个封闭区面 把电荷包在里面 你发现呢 这个电荷的 FluX 1 到D 这个算出来 通通把那个 那个电通量 你想像电通量 你就想到那什么 水往外冲啊 每秒钟 我这个面 接收到多少的 水量 通通把它算起来 应该跟什么有关 跟我的里面的 水源的大小有关 这个Q就像水源 它向外面辐射 一大堆的 电力线 这个像Source Source 所以这Q呢 是包下来的 电荷 由这个 那再加上什么 对称性原理 跟 我们空间是三维的 出来就是库仑定律 有这个就不需要库仑定律 因为我们时间 我们的空间是三度 好 然后呢 那个 对词来说 你同样做 你同样做 但磁呢 因为没有找到磁的 那个 磁单集 就是磁没有像一个 像那个电荷一样 有个射源 射出去 磁呢 顶多是dipo 一个北极 南极 那个北极出去 要绕 最后从南极 落回来 所以你包起来的时候呢 等于什么 total flux 一定是零 因为 没有磁单集 没有一个 磁场呢 它不是有一个 那个 向外辐射的那种 那种 那个source 在那边 它没有的 磁场的产生呢 写了半天都是什么 不要本来是电流 要本来是电场的变化 它没有射源 所以它是零 第二个 再来呢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告诉你什么呢 法拉第定律 告诉你呢 如果你今天随便 有磁场的地方呢 你随便做一个封闭曲线 绕成一个面 面上的磁通量 对实践如果产生变化的话 那表示呢 旁边一定有感应电场 产生 而且这个产应电场 对你找的封闭曲 封闭曲线到了那边 做内积的时候 积一圈回来 造成的大小呢 这个大小这个单位 就是voltage了 1到ds 走一圈回来 算出来的电压 等于什么 等于磁场 就是你绕出来那个封闭曲线 下算出来的那个 magnetic flux 绕出来这条线 下面那个曲面 绕成一个 那个线绕成一个面 那个面 算出它那个磁场 对时间的变化 对时间的变化 这个刚好等于 Electric fuel 对那个 你的空气 那个封闭曲线做内积 做积分 法拉底论 在最后呢 是安培 安培 安培 马克斯威 弱 b.ds 它有一样的性质 你随便在空间中 找一条封闭曲线 然后你发现呢 你在那边封闭曲线的下面 绕成的面 来算它 数算它的 Electrical flux的时候 Electrical flux的时候 它对时间的变化呢 乘上 μ0 ε 那你知道 μ0 ε小啊 很小 那这个 -7 -12 那等于这个 而且呢 如果你旁边还有 电流 在这条封闭曲线上通过的话呢 它等于你绕出来的 那边 在封闭曲线上绕里面 看有多少电流通过那个面 通过那个面 它是μ0i 乘上 乘上 那个 enclosed 的current 这个称为 amphius maxwell 这个地方是 maxwell的贡献 这个是 安培的贡献 非常漂亮的式子 解释了 解释了 电磁学 解释了 电磁学 好 电磁学到现在呢 古典上就是这样 都可以用 再下去就是因为 量子兴起啊 我要 把场 quantize 把这种量子化 所以它形式呢 要做一些改变 但它遵守的法则是不变 这个的还是不变 古典的这个想法 还是不变 然后它的微分形式 比积分更漂亮 因为我这个封闭曲线 是随便我绕 我在任何地方绕 它都成立 所以 因为这样呢 这个向量的微积分 告诉我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 简化 写成微分形式 那就是我们一般人 使用的形式 所以我们记呢 通常记微分形式 解微分形式 解微分形式 因为微分出来 你告诉我怎么分布 我去解它的微分方程 我就做完了 好 它这differential form呢 我会写给大家 这个地方 往这边走啊 抱歉了 因为1到da 做一个封闭曲面 包下它的charge 这个做出来结果呢 就是 divergence e 等于 rho over epsilon 这个本来是charge 这里呢 变成电荷密度 因为我这个volume 缩到极小 缩到极小 缩到极小以后 缩到极小以后 对一个面积分 插了一项 插了什么 我要到左边 希望对一个立体做积分 所以我要对一个 一方 就是因为我现在找到一个 是个封闭曲面 是个面积分 我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对整个封闭曲面 那个体积座它的体积分呢 中间会差一个gradient 一个divergence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是怎么来的 好 divergence e 等于 rho over epsilon 就是第一个 是指式完全等价 第二个呢 divergence b 等于0 那我在讲啊 你有物质的话 就把 epsilon 改成 epsilon mu 0 改成 mu 就没事了 所有的 equation 全部照着用啊 1到dA呢 如果在真空是 epsilon 放在玻璃里面 你告诉我 那个 dietary constant 这个 epsilon 是多少 我就代 epsilon 就完了 然后呢 你告诉我 在你那个下面呢 你放在那个 有磁性物质啊 随便你放到什么 物质里头 你告诉我 你那时候的μ是多少 我把μ0 换成mu 我一样就可以 这个以后一样成立 一样成立 好 那这个法拉丁令 是对一个走的路径 一个线积分 线积分 这个线积分 做出来的结果呢 它是一个curl Curl 1 minus partial b partial t partial b partial t 意思是说我这个做积分 因为我可以把我 那个路 那个 ds 那个 绕的那个圈 那个 积分的路径 变得非常非常短 随便 随心所欲 反正只要封闭就可以 我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反正所有 学 就是 微积分下面的 通通都得学这个 证明这个东西 成立 哎呀 用stock theory 用stock theory 证明它成立 一定要做一次 做一次 OK 验证了 就没事了 那向来 curl b 下面也是啊 现在多了一些 也有两项 那写出来应该就是什么 μ0 ε0 那第一个是 那个flux 对时间导数嘛 这边就变成 Electric field 对时间做导数 那要 写partial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做 时间为分的时候 而保持路径是固定的 固定的 我这个路径不是syz 不能让它动 再加上呢 μ0 i in close 就变成 current 密度 密度 j 这个面 这个面 单位面积上 有多少电荷 过去 电荷过去 就得到这样的 这个是我们 一般写的 max 四个equation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见 越来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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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